我今天回顧香港回歸最歷任的特首 當然都有北京的祝福 也看到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需要 董生作為回歸的第一任特首 當時中央是很重視國際的接受 很重視香港商界的支持 也都回應到港人的要求等等 所以董建華當時來講 在江澤民的握手當中 應該就握出了香港的特首 後來發覺董生在處理很多問題上 似乎跟公務員的體制格格不入 從陳方安生的配搭也不是很暢順 於是最後腳痛下台 就找了公務員的曾蔭權上台 曾生之後又發覺有某種程度的不足 於是又選擇了一個專業人士 與內地比較上多些了解 溝通得好些的梁振英上台 又發現很多問題出現了 特別與公務員對應的配合不太好 又想到找個民望較高的林鄭月娥 如果女星上台情況如何呢 情況如何大家就看到了 是的 情況今天搞到香港這樣的局面 究竟搞到這樣的局面 但是香港的形勢變了 香港在林鄭月娥之前 是仍然沿用英國所設計下來的那套文官制度 即使中間有一個梁振英出現 其實是梁振英的出現 梁振英的做法 過往整個文官制度 所有的政策形成 是由下面一直做調研 做到上去上面 但是梁振英是由上而下的 她決定了扔下來給你們做 其實已經開始轉變了 我不敢說破壞 可能每一種制度都有一個方法 轉變了香港的做法 都林鄭月娥的時候更厲害 這種不是說她破壞了 她自己的文官系統上來 而且她太強了 引用葉國謙最新的 她太強悍了 很有主見 意思是她不聽別人說 認為她的想法是最對的 一徐定音扔下來 就堅決要走 四個字你要形容就是 剛迫自動 當然每任的特首都有她的強悍 有她的短板 內地的短板的不足之處 但是看今時今日用選任 當時北京可選的人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如果你從一個香港人的心態 這時候香港需要休養生息 需要修補社會關係 需要重建國際對香港的信心 如果你從這些標準去 李家超絕對不是一個合適人選 其實擺在台面 不要說香港沒有人 因為就算是建制派提出 或者其他人提出 台面有很多個 一個很想回頭做的梁振英 擺在這裡 還有就是陳茂波 大家都覺得她是一個真是黑馬 你不可以說她不是黑馬 因為在這麼多人裏面 起碼她的民望 是眾多官員裏面 最高過一個 雖然她都是叫做低 對這個修復關係來說 陳茂波無疑 比李家超有成 再推求其次 在岑梁振上前一輪 傳到葉劉 葉劉本身她是很有心做 她有多年來在政府工作經驗 也都在保安系統做過 各方面在國際上 因為她中英文也好 其實這方面的溝通能力很強 她經常改人英文 很厲害她教英文 她再買一個黑馬叫茶小美麟 如果真的找茶底 當然我覺得茶底機會不會很多 她自己不會很有心 找茶小美麟 或者她那類型的人 包括陳德林 這就很看見 中央會看中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重建外商國際對香港 這個經貿中心金融中心的信心 但中央二屬是李家超 即是說中央的想法和香港很不同 突然之間李家超還是大異 大家想想 當林鄭宣布新一輪的放寬防疫措施 種種的時候 她是帶了兩個師長出來的 一個是李家超 一個是陳茂波 當日傳媒 包括我們都說 李家超整場沒有說過 林鄭不搓球給她說話 反而搓球給陳茂波說話 李家超好像是一個木偶這樣坐在那裡 自己在那裡寫筆記 當時沒有人猜到 這個是真命天子 直至有一天 林鄭和李家超同時接收到訊息 通知去深圳 應該見夏寶龍 那天改變了香港 很重要 因為林鄭很清晰接收到訊息 總共自己說 不是我去年看到你都表達了 你表達了 中國人打工也是這樣 其實她是想做的 大家想想 要不然她還搞這麼多政策出來做什麼 所以她有訊息 阿爺也說 你回家 你那一小時 我們也有個人選 林鄭應該知道很清晰那幅圖畫 李家超究竟是之前 我相信當她接任政務司司長 其實中央應該和她都交過心 各方面都看到她的情況 但是她的性格是很低調 為什麼一直跟警政系統 公安系統出身很有關係 即是凡是那個部門出身 比較是沉實 不多說話 她不像一般的民官或者政客 還有一件事都有人覺得 李家超最大的好處是沒有什麼利益關係 這個我也認同 你在警隊中人各方面一定各方面 身家清白 沒有任何的藤能 特別是跟商界那種利益關係 是的 李家超就是 其實他在冒起 是在西九龍警總區的反黑工作 我曾經去過她的記者會 當時她是反黑 當時我也覺得這個人很強硬 她雖然是初學朋友 我經常覺得英雄莫聞出處 尤其是據說她是港大都收六個 當年港大收六個 其實她也算是一個精英 畢竟她是中學名校華人畢業 其後她有自己讀過一些類似校外科證 可以這樣說 Donald曾蔭權 都是一樣 這方面 無礙她成為特首 我覺得也無礙她 英雄 特別在那個年代中學畢業 也不是什麼羞恥 特別在名校畢業 你背後的努力也是好 但我覺得最重要 中央選中李家超 除了她的性格尊長之外 很大程度和整個大環境很有關係 香港已經經過《港區國安法》 和完善選舉制度 還未完善浪費 等到區議會層面 之後香港的大局抵定 但對全國來說 全國這一兩年面對一個新的形勢 在地緣政治這麼大的變化之下 就是大國博弈 大國現在是中美 因為經過俄烏一戰 大家原來看到 一開始還以為俄羅斯很厲害 原來不堪一擊 其實就是中美 中美的博弈 而香港是在全國裡 對外的一個連接窗口 是比較鬆動 是需要有一些警政或軍政 守住這個缺口 再加上未來 看看台灣的形勢發展 今年年尾就是九合一選舉 是一個很基層地方的選舉 很重要 鞏固了整個台灣的勢力 民進黨似乎佔了很大的優勢 如果看著目前的走勢移動 民進黨漸漸除了掌握最高權力之外 地方權力也相信相對穩固 在2024年的總統選舉 台灣總統選舉 究竟國民黨或者民進黨以外 還有沒有人可以挑戰民進黨勢力 現在看比較難 這不是北京願意看到的格局 雖然我早前都說了很多次 儘管在小選民心目中 哪裏做特首一樣 都是陰點 都是執行政策 但你選哪個特首 其實是反映出整個中央對香港 那個重新的定位 特別加權都說到 中美博弈加深了 一個新冷戰時代 會更加清晰化 兩岸關係 特別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後 你大權再一次鞏固了 統一夢 這個統一大業 也都成為他 可能覺得他人生裏面 是要完成了一件大任 凡之兩岸關係 就不可能有什麼好轉 在我底下 香港就舉足輕重了 如果兩岸有某種程度 那個兩岸那種的武統台灣 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香港必然是第一時間受到波及 再加上中美博弈等等 至於香港內部的治安法 現在香港被人搞事 但在中央眼中 不是香港 仍然是一個外國勢力 很多來到佳佳鎮的地方 這個從中央思維起桌 為什麼要選李家超 所以要找一個強硬 紀律部隊出身的人 仍然震著在香港這個位置上